我們台灣六個百年氣象站 其實台北站的平均日是最高溫 為六個側站當中的最高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台北甚至比起南部還要熱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台北的盆地蓄熱狀況是稍微比較嚴重一點 還有就是因為大家知道熱島效應導致很容易升溫 還有就是人口比較多一些 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氣溫上面升高會感受比較明顯 但實際上統計到現在2020年的夏天 是中央氣象署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季 好很多人就在問說怎麼會是2020年呢 實際上因為今年2024嘛 還沒有過夏天 所以不知道今年會不會更熱 那觀察台北站百年來的高溫日數增加是最明顯的 從1990年之後急劇上升 那到2000年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最熱的年份 2003年還有像是這個2016年到2018年 以及2020年這幾個年份呢 你可以看到是36度以上的高溫 都超過一個月 所以等於說真的非常驚人了 太熱啦 那至於台北最熱的地方在哪裡呢 答案是在萬華 一年當中已經有大概是兩成的時間 處於是熱不舒適的壓力之下 就是說熱到真的會讓人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那實際上呢 現在專家提出警告 他說如果全球增溫的幅度呢 達到了設施4度以上的話 那等於說一年會將近有3個月的時間 萬華這裡都會是處於熱不舒適的情況 所以提醒觀眾 務必要特別留意這一段時間呢 還是要多喝水 避免中暑啦